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对2022百花银春晚会 以百花银春中国文学艺术界 2022春节大联欢 老中金三代文艺工作者 同台表演共和新春 为题进行了首次宣传 其中的周深就在受采访的行列 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周深此次在CCTV13上的露链情况 周深喜提百花银春演唱《生活总该银制光亮》 百花银春中国文学艺术界 2022春节大联欢上 周深将演唱的是电视剧连续剧 乔家的儿女 主题曲《生活总该银制光亮》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周深演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为了更好地让观众朋友们 沉浸式地感受这首歌曲 所表达的主题 晚会导演组还安排了周深 和乔家的儿女主演 唐一新 毛晓彤 宋祖儿 周毅然一起合唱 周深喜提百花银春 接受CCTV13新闻直播间专访 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 周深说 我唱的是乔家的儿女 剧集的歌曲 这次是跟里面的演员们一起唱的 就感觉有种唱着唱着 怎么进入电视剧里的感觉一样 就像我们的歌词一样 无论怎样的生活都要迎着光亮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新闻直播间节目 用了两分三十秒的时间 来报道百花银春晚会 除了龚俊和周深这两位歌手 接受了记者专访外呢 其他的歌手和艺术家都失一闪而过 可这样央视还是很器重周深的 如果说2021首秀央视 牛年春晚对于周深来说呢 是一个具有画时代意义的画 那么此次参演百花银春 中国文学艺术界 2022春节大连欢 也是意义深远 因为百花银春是中国文联的一个 多年文化品牌 相当于文艺界的小春晚 而能够在这台晚会上表演的都是 在文化艺术界得到充分认可的正能量偶像 既然喜提了百花银春 中国文学艺术界 2022春节大连欢 央视2022虎宁春晚 是否会由周深的一席制定呢 还有几天的时间呢 就要揭晓答案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周深在这个春节期间的每一个 华丽舞台吧 看到周深在首秀百花银春 中国文学艺术界 2022春节大连欢之际 接受了央视的专访 并喜提了新闻直播间节目 喜欢周深的粉丝们纷纷留言 为其打call 恭喜实力唱将周深 此次喜提CCTV13 周深的每一首歌曲呢 好像都能穿透听众的耳膜 直击灵魂 年度品质男歌手 周深实至名归 新的一年继续向着光亮前行 演唱更多好的音乐作品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在周深动人的歌声中 汲取前进的无限动力 期待周深能够登上 中央电视台 2022年虎年春晚的舞台哦